好,我们现在要来讲是 一些 复制的方法 好 我们先做一个圆柱 柱子 好,来 复制的方法有几种 第一种就是Ctrl-C,Ctrl-V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可是在这里其实很少用 我们比较常用的是 移动之后再加复制 怎么做呢 好,来啊 我们就 把它选取来之后 记住啊,这个移动一定要再选移动工具啊,所以你一定要把 东西选取起来,再来按移动 选择它 移动的点很重要 什么叫移动的点很重要 来,譬如我们这里有一个平面 好,我要用这个东西 对准这个角 好,这里对准这个角 所以你 刚开始移动的那一个点很重要 好,点一下 好,移动过来 它会自动贴起,有没有 好,所以有没有 好,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这里我们讲的 等一下要讲的 元件 可是元件好,特别注意一下 你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设成元件的时候会怎样 好,所以你注意看 如果我这里一个东西,这里再一个东西 如果我不小心移动的时候把它卡在一起 好,它是分不开的 有没有,就你浓我浓了 分不开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只有重做或是Ctrl Z 知道吗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它 选取起来 这点右键之后有一个转为元件 有没有 好的,你当然可以命名 好,我们就不命名 点右键转成元件 好,所以你注意看 我现在移动它,两个卡在一起 我就可以分开它 有没有 所以你如果要编辑元件,你就要把它点开 知道吗 好 好,再来哦 所以你看看 我这把delete掉 好,我把它修改一下 不用了 好,我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 地面 好,所以你可以看哦 我现在把它移动过来 所以我一样,这里要对齐这里哦 所以我要 移动这个 点 对齐过来 有没有,它就可以对齐好了 好,现在我要教同学的是 复制 好,复制 我们刚才说Ctrl C,Ctrl V 其实这里很少用到 我们都用移动 好,你注意看哦 我现在移动出来 好,一样 我一定 这里在移动或是在操作的时候 最好都有那些 蓝色线 绿色线 红色线 好,所以你看我现在 用 绿色线出来 然后点一下 糟糕 不是点 错错了 再一次 这个时候按一下 Ctrl 键 它就有一个加号 有没有 好,加号加出来 之后点一下 好,这两个是有关系的 好,这个时候不能取消 好,这个时候你注意看这里 我就按乘以 6 你可以看 它就自动帮我把 依照这个距离 这个变化 帮我复制 6个 有没有 好,所以这个 就很好用了 而且 如果 譬如你在做 我们这个是在做建筑嘛 如果你是做栏杆 譬如有 2万 哎,不是 你做10层楼啦 譬如有2000个栏杆 结果糟糕 做完了之后 人家业主说 栏杆太矮 要改长一点 怎么 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点 开其中一个 它们彼此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你看看 我点这个 栏杆变长 有没有 栏杆变短 有没有 好,可是如果其中一个 我只有一个要改了 怎么办 你就把这点右键 设定成为1 所以你看看 它就可以 只改这个 可是你没有办法再恢复它跟他们的关系了 所以 这个要考虑清楚 知道吗 好,所以有层就有什么 有层就有除嘛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我这里 我一样要设定一个栏杆 我从这里到这里要10个栏杆 好,所以你注意看哦 这个时候移动的点很重要哦 有没有 你这里 点一下 好,一样 在移动的过程 我只点一下 告诉它方向 再按Ctrl一下 我现在都还没有点第2下 所以你可以看它会自动帮我们贴起终点 有没有 好,这个时候它还没有取消的情况下 除以 我这里按除啊 除 要不要 除 这个时候要除以 9 为什么 我这头尾都有 头有一个了吗 123456 7 8 9 所以加这个是10吗 所以你看 它就会把我 自动 在这里 每一个都 间距都一样 排出 这个 9个间距 好,所以这里就很好用了 知道吗 好,所以我们在复制的时候 我们正常来讲是用这样子的工具来复制 6号 来 5号 按摩